近日,一枚文春周刊曝光了韩国人气团体Ali Seraphine成员金彩云与美男rapper的恋爱新闻了 却遭外界质疑,闹出大乌龙 文春周刊表示,金彩云的恋爱对象是团体Eon Blood内的rapper 出演过韩国选秀 现在为Hype旗下事务所作曲家 男方还曾在社交平台上偷偷秀恩爱 有一次晒出了脸对脸的亲密合照 并使用了24小时限定消除的Story功能 不仅如此,文春周刊称 男方曾向媒体投稿过 今年能和采源交往真的太幸福了的言论 以及两人心形亲密照 从文春周刊曝光的照片看来 他与旁边的神秘男子互动着实亲密 男方的长相也不算差 两个人同框的画面很般配 两个人似乎还一同出游过 男方的社交平台上 以上信息曝光后引发外界热议 不少人都觉得震惊 毕竟金采源刚刚出道 事业还处在上升期 如果这么早就投入恋爱了 这对前途有很大影响 但也有细心的网友扒出了事实真相 并指责文春周刊空口造谣 还说同框图片是批的 女方也根本没有恋爱 据了解图片中金采源的表情 在很早之前就出现过 而且当时他还在和朋友聚会 造谣者拿着这张照片P图 并把旁边的女性换成了另一个男性 随后恋情的男主人公出面回应 并表示自己没有和金采源恋爱 而且文春周刊曝光的同框照片 都是合成的 他就是个粉丝 与金采源没有任何联系 而金采源方工作人员 也在不久后出面否认 并表示关于恋爱传闻不是事实 很多网友了解完事情来龙去末后 都嘲笑文春周刊 称该媒体毫无专业性 如此造谣令人不齿 据悉 文春周刊此前高调宣布 称将从17号开始 大力报道K-POP明星的恋爱传闻 但第一站就闹了个乌龙 不知道往后会如何收场 话说回来 此次事件中最受伤害的人 莫过于金采源 明明什么也没做 却被扣上了恋爱的帽子 也算是遇到无望之灾 智悉 金采源在2018年出道 凭借较好的面容 和过硬的专业能力 获得众多关注 算是世界级人气爱豆 往后的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大家对这次事件怎么看呢 就是